之前呢就有跟大家review过这个project啦 今天呢就来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个project的进展到哪里了 这个project呢是有分为三个部分的 一个就是它的condora预计2025年呢是会建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它们的wetland公园 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它们的commercial lot OK现在我们来看的部分呢是它公寓的部分 它的公寓呢是预计2025年会建好的 现在呢是已经建到了35楼那么高了 然后这一边area呢之前是一个wetland的sample来的 真正的wetland呢是在这个公寓的后面的 所以呢这边已经是拆除了 应该是拿来建它们的facility的 这边的wetland呢依旧是会保留着的 后面的wetland呢其实是跟这边的差不多一样的 就会有池塘啊 然后有很多的绿纸这样子的很绿花的一个环境 它的commercial lot呢真的是改变了很多 之前呢这边呢是一个做纸椅子这样 现在呢它已经是改变了design了哦 还有呢现在有很多商家进来了 这边了 这个他们的commercial lot呢是叫做raintree rain的 然后它的the food merchant呢依然是在的 就是你下楼呢就可以买你们的goesery了哦 然后不一样的呢就是它这里的商店了 之前呢都是空的 还没有商家进来的 现在呢已经慢慢的越开越多商店了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鱼塘有多美 他们的maintenance呢还是很不错的哦 我大概一年没有来这里了 但是呢它所有的facility呢还是一样美的 可以给大家看呢它的那个restaurant呢也是拍了蛮多些的 这里呢布地匙呢都会有举办一些event的 然后请很多food truck来这边搞这些event啦 之前跨年的时候好像也是有一个event哦 只不过没有来就没有拍到了了 然后呢它楼上呢也是有shoplot的 它是好像两层楼的shoplot来的 所以现在我去楼上拍给大家看一下 OK 这边呢就是它的那个二楼的部分了 那之前呢都很多都是这一种这样孔的 现在呢都已经开了很多 还有clinic哦 还开了版面 很美容院哦 这边呢还可以看到它的工程的进度 还有看下来它们的楼下是怎么样的 是一个非常利化的地方来的 其实这整个rent room呢是有三层楼的 就是ground floor,lg floor 跟一楼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lg floor有什么 这边也是改变了非常多 之前只有这个酒柜而已 现在呢还开了aomianus哦 很大间一些哦 哇真的是很大间 还有他们的the food merchant 跟之前也是一样啦 然后还有新开了一间面包店 2gam baggery 也是规模不小的 这个project呢是一个mixed development来的 这个project呢是一个mixed development来的 所以呢它就有 你们的condo啊 然后呢还有这些commercial lot啦 看到啦有很多地方呢都很绿化的 然后非常不一样的呢它就有那个wetland就是一个公园来的 而这个wetland呢还要1.26g那么大哦 所以基本上呢 这边呢 你一回到家呢你就不用再出去了的 因为如果你要买goesery 楼下有如果你要吃喝咖啡啊吃东西的话 楼下也是有餐厅的 还有很多的foodtruck team 然后呢如果你是想要去公园走走的话 这边楼下也是有一个很绿化的公园给你的哦 那这边呢就是这个project的资料了 如果你对这个project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骗我哦 好了这一期呢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 谢谢观看 记得关注我哦